Hello, 大家好, 早晨, 我們又見面了, 你一見我就發了, 一早不早你見到我肯定發的, 就好像在廣場那天我們開張, 我們的店鋪, 說真的, 是我們Fancy Group的成員 就會看到, 期期都有人中標, 真是很神奇, 而且這些不是叫神奇, 因為你的財運要到了, 加上我50%我幫你來說, 即是說我大歉你, 吹谷給你, 你就有標準, 不過要記得, 你要請我喝茶, 你們不要死咕嚕到死, 常常故事中標又不請師傅喝茶, 是不是很壞呢, 你們呢, 其實是開玩笑, 開心就好, 因為我喜歡你們好, 第一, 除了一種橫財, 很多人買了一些福品來說, 亦是很多人中標, 因為每個人都有運氣做, 好或者預懷, 有些是差多少, 因為運氣未開, 因為我的貴人符來說, 我的福品, 每一樣福品, 都是專科幫你開運的, 雖然那裡是沒有寫開運, 有些是寫開運, 但是每一種去的貴人符, 或者每一種去的福品, 念的經文, 坦白說, 都是不一樣的, 25種經文, 全部都是不一樣的, 雖然說很多經文, 現在我都開始慢慢增加到28種經文給你們, 我希望念得越多經文給你們, 你們越得到你心愛的東西, 或者是說心想事成的東西, 我就最開心的, 這樣東西, 今天我還在沙羅瓦, 我在機場, 現在我要回到吉林坡, 而有很多人問我, 師傅, 這個月如果是講假取, 有沒有好日子, 我功課做了, 但是我沒有空跟大家分享, 這樣很多新的朋友, 新成員, 我都很歡迎你進來我們的群組, 跟我們一個交流, 不過我事先聲明, 我講了很多次, 如果不是你真實在上面被我們查到, 我們會踢你出局, 如果你是一個誠意, 有一個慈悲心的, 或者一個善心的, 或者一個正能量的, 你不怕用真面目示人, 因為我們是看你的名, 是否可以有資格 進來我們這個粉絲群目, 因為我們這個粉絲群 我們不喜歡別人去打廣告, 只是我們交流你們的心得, 如果你們有甚麼問題, 你們可以一直來, 我都看到在粉絲群要詢問我的意見, 這樣一時我看到, 我會盡快, 即是華齋, 我會和你們回答你們的問題, 這件事是最重要的, 嘩,現在正在報警, 因為我坐11點飛機, 你明白嗎, 嘩, 但是先說完, 所以說最重要, 你們做甚麼都要順順美利, 我都會盡量, 即是華齋, 我都會盡快幾天說, 六月份放生, 是放甚麼, 我會和大家說, 今天我和大家是說這個, 價取, 很吵, 所以你們要記得, 如果你們要中冷財打個比喻, 你掃多些我的福品, 如果你心想事成, 工作要順利的, 你掃多些我的福品, 而且做生意人說真的, 很多做生意的人, 不是為了冷財而買我的福品, 是因為他的健康, 其實看一次醫生要幾百元, 你買我的福品不需要幾百元, 坦白說, 你買多就不要說, 是不是, 所以說福品的東西可以推動帶動, 雖然不是說一百巴仙, 但起碼都有六十巴仙, 七十巴仙可以幫補到你的, 有很多人都問, 有些福品為甚麼拿都會熱, 有些拿都不會熱, 我都在這個線上, 我都有和大家分享, 其實如果你的人沒甚麼問題, 福品是凍冰冰的, 苦符也好,貴人複也好, 天公金也好, 甚麼負也好, 它是沒有東西, 它是不會有發揮的效果, 沒有理由你浪費子彈, 四春, 你們真是氣死我, 有時聞到我, 口啞啞, 有時我都奇怪, 我自己看到你們, 我問我, 我會笑, 為甚麼有些人會熱, 是因為身邊附近有負能量, 或者有鋼頭, 或者有邪靈, 或者有不乾淨的東西, 你明白嗎, 有骯髒的東西, 你那個金紙, 甚至乎那些福品是自動會發熱的, 你要搞清楚, 你們要明白, 不要經常要我講得那麼清楚, 有時你們問的答案, 哎呀, 你不要罵我, 很幼稚的, 你問到我, 很搞笑, 是, 你們不懂, 我和你們分享, 所以說, 福品的東西, 無緣無緣無故會熱而言, 為甚麼真是你的身邊, 你的周邊是有些不乾淨的東西, 或者某種因素, 但是要查出來,明白嗎, 有些人說, 說我用了這福品, 掃了一兩下我會吐, 是應該, 你沒有說錯來講, 我沒有說錯來講, 你曾經吃了別人的, 下了一些不好的邪術, 你的東西吐出來, 你吐了出來你就舒服了, 那你再掃,你再不舒服, 證明你可能已經被人下了一些降扣, 重而輕就因人而異, 看你們了, 所以你們要記住, 福品是會熱, 每個人都拿到會熱的, 如果福品不會熱來講, 證明你是乾淨, 收不收到, 不要死蠢了, OK了, 我和大家講回正題了, 下來加勒波, 之後回到加勒波, 我就會去幾個地方, 吉蘭德, 納屋之類的東西, 然後落芙蓉, 然後我又落謝比, 首先,今天多少日呢? 今天多少日呢? 今天2日呢? 2日來講呢, 我遲了, 我去摸我就說了, 結婚的日子, 黃道吉日, 美日子, 結婚的朋友, 和定婚的朋友, 聽清楚嗎? 這個6月4日日子, 4日, 今天2日都很美日子, 今天是拜六, 這個是5月初六, 這個是偽日, 最美的時間, 真正如說, 嫁娶, 定婚什麼都好, 之後到7點, 不要超過11點, 新娘入門, 第二個是6月8日, 6月8日是星期三, 即是說5月初十, 是之後到9點, 到下午3點, 通常我都要你提早, 去到女家那裏喝茶, 和姐妹玩一下, 警察那些東西, 我都跟你說了, 拍一下照片, 那你就要3點前, 一定要回到男家家, 那下來的日子是6月12日, 6月12日, 這個是星期日來的, 這個是5月14日, 這個是梁盛吉日, 這個是之後到9點, 又是到3點, 這個是滿日, 我先跟大家說一下, 是很漂亮的, 圓滿的意思, 這樣下來是6月13日, 也是很漂亮的日子, 星期一, 就是5月15日, 就是之後到11點, 到下午3點, 再下來來說就是14日, 所以12日,13日,14日, 是很漂亮的日子的結婚, 14日是星期二, 是5月16日, 是之後到11點, 到下午3點, 這個是定日, 這個是不錯, 白時定, 做甚麼事都穩穩定定, 穩穩紮紮的意思, 再下來, 14日過了之後, 就6月17日, 這個是星期五來的, 這個是5月19日, 這樣這個又是定日, 這個是偽日來的, 這樣又是11點到3點, 再下來來說, 就是6月20日, 好,6月20日, 這個是星期一, 這樣就是5月22日, 這個很日子, 這個很美, 我都喜歡這個日子, 20日, 這個很美, 7點到11點, 7點鐘, 即是6點多, 7點出門, 8、9點到新娘子的家, 這樣進行儀式之後, 拍照, 這樣就可以, 即是說, 回到蘭家家, 11點前一定要回到去, 過了就沒有那麼好事實, 這個是叫做開日, 做什麼都會建成的, 意思是開庭, 開什麼都會得到, 接到了, 我們說, 再下來, 20日, 就是6月21日, 這個是星期二來的, 就是23日, 5月23日, 這個是11點到下午3點, 這個是閉日, 你明白嗎? 再下來, 6月23日來說, 星期四來說, 就是5月25日, 這個是只有9點到下午3點, 都是靚日子, 這個是叫做除日, 不好的東西, 全部除了好的, 就留給你, 撇開那些不好的東西, 最後一個日子, 就是6月26日, 這個是星期日來的, 這樣是5月28, 是只有11點到3點, 是定日, 所以你們大家要記得, 這些日子, 在6月份結婚, 不理你12生朝, 是不會相衝的, 不會相對的, 你明白嗎? 不會殺口, 日子不會有殺日, 或者三娘殺, 你們都不需要擔心, 這幾日來說, 你們這個月, 結婚都是不錯的, 所以你們要記住, 外父特丹媽把紅傘, 遮止自己的女兒和女婿, 就是一對新人, 你遮止外母, 外父母就拿白米, 拿紅色的盤, 白米灑到傘那裏, 就因為我們說, 殺開四方不好的壞事, 被一對新人順順利利, 白頭到老, 即是說, 年輕行到老了, 即是那條路是遙遠的, 你明白嗎? 那條路是很直的, 那個米殺開那條路來講, 殺到那把傘那裏, 殺到去, 等到新娘和新娘, 入到車, 關門為止, 再灑一灑車頂, 就例成了, 如果是說, 爸爸母在, 怎樣呢? 亦可以找些成年的老人家, 或者是年輕人, 即是說, 不錯的, 都可以的, 不過, 如果是說對方, 如果是有做過白事, 在今年裡面來講, 就不可以叫他了, 因為經白事和熊事會相衝, 有很多人都不明白, 這件事大家要記得, 好不好? 那外母的媽媽, 就被殺禮, 殺自出, 即是說, 這些牛鬼射神, 全部不好的東西, 全部開條光明大道, 被你的女婿用而找到色, 老婆, 即是說女老婆, 即是說王夫, 都會嫁得好老公, 希望你的女婿, 江宗堯做風生水氣的意思, 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這裡為止, 我們在吉林波見, 拜拜